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GoMarket的分析师Joy 那今天呢,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栏目 叫做盘后解析 那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第一期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目前黄金和白银的走势 不知道大家呢,上个礼拜有没有听我的网课啊 在网课中呢,我也跟大家说了一下 就是黄金和白银最有效的一个判断方法 如果说呢,您还没有听过的话呢 我强烈建议您去YouTube上搜索一下我们GoMarket 然后呢,去看一下我们最新一期的网课 里面不光有黄金白银最新的一个分析方式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股票的分析方式 都在那一节网课中有所涵盖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先来看一下黄金目前的走势吧 那我这边呢,是用我们GoMarket的MT5的这个软件啊 打开了一张黄金的这个日线图 那首先呢,我在上面画了一个趋势线 那我们可以看到以前这个目前这个趋势线啊 曾经被打破啊 就是有过三个一个接触点啊 虽然这个没到 但是呢,咱们就先凑合着看一下吧 然后呢,整体的趋势来说呢,都是一个下降的趋势 那暂时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这个黄金的走势啊 也是在再次的接触到这个趋势线之后啊 又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撤 那这个位置呢,也就是现在的价格是1896点啊 这个黄金啊 目前接下来呢,我预计呢,它依然是有可能啊 去进行一个下调的 那我们看完了日线图之后啊 按照我当天啊,视频讲解的内容呢 我建议大家呢,就把时间线切回到这个四小时图去看一下 那这个四小时图呢,看起来比较凌乱啊 但我们只要看这个通道即可 那这个通道呢,我在下面画了一个通道啊 我们可以看到是有一次,两次,三次 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 九次,十次,十一次等等的一个很强的一个接触的效果 那就说明啊,这个我画的这个通道的这个趋势的上涨啊 还是幅度的这个力度啊,还是比较强的 所以说呢,一旦价格跌破这个趋势通道啊 那价格很有可能呢,继续下挫 那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黄金的价格呢 其实已经跌破了这个支撑位啊 也就是有了一个下行 那再次印证了我们在日线图上所得出的结论 那我们再把时间切的小一点 看看一小时图 我这边呢,也是画了一个小通道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是从下面呢,不是特别标准的啊 我可能再把它校正一下 一般呢,就是需要从最低点 然后连接到它的一个次低点去进行一个连接 应该是 这样子看起来可能更加标准一些啊 那在这个位置呢,我也可以看到一小时图呢 也是已经完全是跌破了这个通道的下延 那下跌的趋势呢,会继续延续 那说完这个一小时图呢 大家也知道我们平时做黄金的交易嘛 平时看的最多的呢,可能除了一小时图之外呢 可能就是15分钟和5分钟的图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5分钟的图吧 因为最近感觉做短线的客户比较多一些 那5分钟的图这边呢,我是有做了两个就是收敛三角形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这个形态还是比较标准的 就是说呢,它的这个价格的走势啊,慢慢的呢就走出了一个三角形 对吧,然后我这边呢也给大家画了两个趋势线 给大家做了一个示范 那如果说价格呢,在这附近跌破的话呢 那就说明价格很有可能继续呢 有一个比较强烈的下挫啊,会继续往下掉 那我们现在看到5分钟的图,也的确是这样 价格在跌破这个三角形之后啊,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回撤 那目前呢,现在5分钟图啊,这个价格也在回升 我预计呢,它价格回升的力度呢 可能会达到这个布林带的中轨 然后去碰一碰这个布林带的圣轨 然后呢,再继续往下,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那除了现在的走势之外呢 我在之前呢,也是给大家画了一个小的一点的一个收敛三角形啊 然后这个也是需要校正一下 把它校正一下,然后呢,再把它推延出去 那是不是,我就不给它收口了 但是大概的意思,大家也能看得明白 就是说呢,这也是一个收敛三角形的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走势 那价格在跌穿了这个布林带 不是,这个跌穿了这个收敛三角形的下延之后啊 也是有了一个比较大幅的这个下挫 所以我们可以预计啊,在这个阶段呢 就是黄金的一个下落可能还没有结束 所以大家要做好一个心理预期 那今天呢,我是看空这个黄金的 那下面的这个目标点位呢 我们可以通过把这个时间线放长一些 然后去进行一个测算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小时图 看看它下面有没有什么支撑或者阻力位 能够阻止它价格的回落的 我觉得1882这个位置啊 甚至是说1883啊 因为是1882.98嘛 1883这个位置呢 可能啊,黄金会遇到一个比较强的阻力 因为在这个横线的这个位置上 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呢 在这里有一个价格的缓冲 然后在这边呢,也是被多次打到 依然是一个价格的缓冲啊 可能在这个1882到上面的一个区域啊 都可以算作是它的阻力位了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 1882到1890这个位置 它可能走得比较纠结一些 也会像之前一样 可能在这个区域呢 反复震荡 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下行 如果再继续往下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再一次参考前面的低点 也就是在1850的这个位置 也会遇到一个比较强的阻力 所以呢,这个黄金的走势 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这就是我近期的一个观点啊 当然我们看的这个是四小时图啊 那这个四小时图的有效的时间呢 可能持续到两到三天啊 或者是一个礼拜,五个交易日 所以说呢,到这个礼拜之前 我的看法呢,依然是不变的啊 那如果有任何的更新 我也会及时的发视频通知大家 那我们再来看看白银的走势 白银呢,大家也知道 其实跟黄金的走势呢 是基本上是相似的啊 那我们看一下白银目前的一个走势情况 我也是在四小时图呢 给他画了一个通道 那他这个四小时的通道啊 那就比这个黄金的这个四小时通道 看起来就更加标准了是不是 因为这个黄金的这个四小时图的这个通道里面啊 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段的啊 这个时候呢,就是已经冲破了这个通道了 它就不太标准啊 真正在通道里面呢 其实也就只有这一段区域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白银的这个四小时图 目前呢,也是跌破了他这个通道的位置啊 所以说呢,目前白银下跌的幅度 可能比这个黄金还要更剧烈一些 那我对白银啊,看空的这个看法也更加强烈 我们看一下一小时图啊 是不是就是他黄金的这个 不是,白银的这个走势啊 要比黄金要利索多了 就说下去就下去了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回撤 所以有时候大家可以挑着做啊 就有些时候呢 如果说这个黄金啊 大家看法看不明白的话呢 可以看看白银 白银的走势 如果说比黄金看得更加清楚的话呢 那大家就可以挑选黄金 不是,挑选白银去做这个交易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口误啊 就黄金白银傻傻的吩咐清 好了,那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的分享了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提问的话呢 也欢迎给我们留言 或者是添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 好吧,那我们下期再见